這邊是試質量檢測工具 很謝謝軍域跟小夏今天提供了非常多 在教育實務現場遇到的一些問題 他們就跟你的提供 提供說話 ERMI也協助了很多資料搜集 其中資料搜集的話 我們今天有找到常用詞 因為教育部有提供個常用字 5000個常用字 通常到小學的程度 1000個字就算很夠用 但是很多前一千個字都不是很熟 尤其是天鄉學生用很多 可能落差很大 所以前一千個字其實是質量非常低 那麼今天有得到一些心得 例如說 其實要用Line這樣的工具 或者是用一些智慧手藝工具 其實這些學生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可能我們接下來會往Linebug的方向來做 再來就是說 小夏提供說 很多學生可能會覺得說 我會那麼多的吃字量 其實好像沒有太大的意義 就是說對他的講 我講話就夠用了 為什麼我要去願讀要幹嘛 也就是很多的學生 他會認為有這樣的想法 那麼今天小夏提供一個不錯的想法 就是說 但是有的學生 他要學習文字 一個很有動的辦法 是抄歌詞 他為了要學歌 他就把歌詞引擎去抄下來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能會做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把前一千個成功的字 有出現在哪些歌詞上面 然後如果我們在試字量的工具 發現這個小孩小朋友 不會這個字的時候 我就丟個歌詞給他 誒這個歌詞 誒這個歌詞 誒這個字喔 或是可以打到YouTube回去說 這歌詞在哪一句 讓學生可以透過這張發現 誒這個字其實是很重要的 他就會對這個字的遺傳人家 跟他深刻 所以讓這個試字量整個東西 不是純粹只是試字的檢測 然後大天讓學生去做補救 去做把這個字補回來 然後我們也收集了一些 就是小學一二年級的一些 考試的一些題目模式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 接下來也會把這些字就是 這些考試模式做成 就是自動化的題目 然後讓他在那把上面做 就是讓學生測驗 測完驗之後 然後找出他奶奶不懂什麼之後 然後再丟歌詞給他就可以 等於就先下一階段 就先做這件事情 以上大家就今天的成功